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禮歡迎繼續回來謝謝阿宅的奇幻旅程 這個龍呢現在是越來越大啦 我的五十間都快被他弄得越來越嚴重了 先把他放下來吧 他真的好大隻喔 那這段期間呢其實他為什麼會長又長大了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他又有長大了 然後 因為我把這附近的大家應該可以稍微看得出來吧 這附近的樹有被砍掉了不少啦 但還有一大堆就是了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是要來繼續的研究魔法 那那個魔法的部分有一個裝置看來是必須要 一定要一定要弄出來的就是這一個 附魔裝置啊 附魔裝置的話呢我們要用的是這一堆東西啊什麼奧術基座嘛 奧術核心都要把它給合成出來然後 附魔裝置在那邊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奧術基座算是任意數量的所以奧術基座這個是任意數量的那 最重要的核心呢是一個就是奧術核心跟這一個附魔裝置啊 所以我們應該呢就要先把這兩個東西呢先合成出來但是我們會需要有 不少的這個奧術原石喔那奧術原石的話呢應該是可以合成不少出來的才對我們這邊先點一下 我這邊有一大堆的石頭那乾脆這邊的話呢64顆我們先全部都變成這個 奧術原石直接就先把它合成出來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喔那 其實鑽石在這邊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有33顆了因為我又回去了那個之前超大龍的洞穴那一邊去 其實有很多在他們牆壁上面就是漏網之魚我沒有看很仔細的把它挖一挖之後 有33顆了 這就代表什麼呢其實 33顆我要現在做嗎我現在做一做好了 可是其實好像也不太好了 這邊的話呢就變成5個在這裡出來那就可以把最後 不是你 是這個嗎 這一個 他的好吧就給他吧就給他就這麼決定了 對他多好啊他的脖子有沒有現在看起來呢是非常的虛弱的有沒有我們現在就給他 裝上去一下有了 他的脖子這邊呢 也裝上了一條了 他現在已經完完整整的穿上一整套的鑽石盔甲好像比我還強了這樣子 那這樣看來我的鑽石剩6顆喔不對等一下 這邊我之前有挖到吧 對沒有錯這邊還有5顆所以還有11顆在這裡喔 勉強還算可以 那再來我們就拿一些 鐵再拿一些黃金那當然這裡面呢我也都大家看我鐵方塊這邊已經有兩組多了我 能夠就是說 我暫時能夠合成起來都把你合成起來這樣子的話呢 空間才會比較夠這樣子喔 好所以我們這個奧數核心呢我們暫時先做一個出來吧所以核心的一個先做出來 那這個核心的話呢他好像是說要放在下面嗎那只是說 我在想我到底應該放在這個核心是應該是要靠近這一邊的吧我在猜啊 這個所以這邊附近的其實沒什麼關係吧我們可以把這附近的打掉一下那個為了這個空間考量 我的天 這邊怎麼已經是這樣子了 這邊還是把它給填起來一下好了 天啊我這附近一定對一定需要整地的 那這邊呢我們都先打掉一下好了沒關係 不差這一點點喔那大家可以看到是這附近的幾罐已經全部都被我給弄滿了這樣 好啦所以我們的奧數核心呢就先放在這一個地 哇 這一個好漂亮啊 其實呢這算是我今天第一次呢把它給合成出來啊反正我反正呢 就是根據這本書上面寫什麼我們就是暫時跟他做下去嘛 那再來的話我們要做的是這個附魔裝置啊我們要把它給合成出來一下附魔裝置的話呢看來 對其他東西的要求是比較多的這樣子就不太需要奧數原始 附魔裝置我們就拿下來他是說附魔裝置要放在核心的上面嗎 喔出來了 喔就是長這樣子啊 欸超級漂亮的欸真的 超級漂亮的 那接下來大概就是說 旁邊的話呢也是一樣農田就要圍繞了這一圈了 那他這邊是有說 這個東西啊 那奧數基座可以任意數量可是我覺得一次就先做8個出來吧 1234567 所以七八要消耗56個這個東西喔 我這邊有56個可以 奧數基座 說不說8個出來嗎所以我們這邊就隨便的先來那個合成一下然後這邊6個 7個 那再來就是 8個就出來了很好 8個出來之後呢我們的奧數原始呢 很快留止一下最後的兩個了 那這其實可以不用放這麼多吧就是 純粹只是說我們接下來要弄的東西啊 我們接下來要弄的東西到底會有要這個旁邊會需要放多少個其他的東西 為主吧 所以說呢這個東西也做出來了之後人就變成說我們可以 用來算是說製作我們的裝備也是可以的 另外就是這個魔力之花種子啊這個魔力之花種子呢我也想要把它給弄出來所以需要 4個魔力寶石是不是我來看看他是不是要這樣放我看起來 他的意思好像是4顆要先放在這邊 就周圍各放 1格這樣子啊所以這邊總共是4顆嘛然後他 會需要1個小麥種子 小麥種子應該是放在正中央是不是 對沒有說 直接就開始合成了嗎 哇出來了耶 等一下這個跟他這本書上面說的不太一樣啊 不過我已經拿到1個種子了等一下現在天要亮了 他這本書上面是怎麼說的勒 他是說好像要那個 前行右鍵才可以勒 對啊他我們按著Shift然後右鍵他才會開始製作結果他剛剛 他剛剛沒有經過我的同意自己開始運作了是怎樣 但不管怎麼說他運作起來那個粒子效果還是相當漂亮喔我的天啊這邊我乾脆啦好啦直接我去拿一些泥土過來我直接把這邊 這個下面這邊好直接填平了啦這個不要想太多了 看來是老早就應該把這邊填平處理一下的有沒有好吧現在就來做到這一點了然後這一邊啦應該基本上也是要把他給弄平一點會比較好的看起來 這個視覺上好像壓迫感還蠻強的有沒有 旁邊這邊又直接在打掉了之後呢看起來壓迫感又終於在減小了那麼一些了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才可以 更加開始專心來做這些工作了吧那 他剛剛是說需要世界瑪娜能量來這個運作可是 這些魔力瓶我看起來好像完全沒有消耗啊 看起來都沒怎麼消耗的樣子 所以剛剛需要弄這個東西出來的話他需要的那個能量就很少了 那好像是說他本身的話也可以怎麼講他也可以那個提供不少的能量 我們就在這邊種一下吧 他本身好像也是會提供能量之類的吧 那我們想要讓他快速生長起來的話呢就是骨頭這邊的我們骨粉可以先對這樣可以快速的弄起來 所以說我沒有對我沒有什麼我沒有抓那個右鍵就可以把它給回收的那個東西 那就變成說呢 我可能 有一個法術我要先學了就是 是收農作物的法術嗎 那這邊的話有個法術他是用鐵杵的這個鐵杵的然後呢 就可以直接 收貨然後不會破壞那個植物這樣子所以可以先學這一個 所以魔法黏土在這邊呢直接就把它合成出來啦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鐵杵頭呢也給他合成一個出來然後呢我們的魔法黏土就可以給他放在我們可以再一次的看到 這一個東西的運作了雖然這附近 這邊農作物我自己先打掉一下好了 我感覺這一個還是流空好了 然後這邊鐵 這邊給他下去 也沒錯 這個3D列印機呢又開始運作了 他到底是吸收哪邊的能量啊我是已經看不太出來了 不過已經弄好了 這個 他吸收這一罐的能量這一罐的能量已經變少了一些了那這一這個殭屍呢能不能拉過來一下他不會打我 所以我已經解鎖了一個了 他不會打我的那先把他打死好了 那我們的初學者法術書呢 不對 這個還沒有到投射傷害那我這邊的先點開是 我們就多了一個叫做收成的東西了 那 收成我們先在這邊嗎我們用接觸收成好了 接觸之後收成這樣就可以了 好創造一下是的收成法術來看一下能收成嗎可以絕對沒有問題 而且他好像 這一朵花是直接可以做成魔力纖維嗎而且一朵出來好像還可以弄蠻多的 那我們就繼續弄然後再收成一下 贊贊贊贊贊贊 不錯不錯 然後這邊的話全部都點下去有沒有 都可以直接 但是他要消耗的 瑪娜能量好像還蠻多 你只是收成的東西怎麼會消耗這麼多的能量啊 他不是只是收成東西而已嗎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小麥種子 他是一次能有多少個小麥種子啊 可能是我之前弄掉的也有算吧 總之他消耗的能量真的好多所以 有一些其他該製作的東西呢我們也要製作一下 一些什麼飾品如果可以提升魔力的話我們就改成那個吧 好啦所以我們剛剛呢就獲得了總共是20個這個魔力之花喔那20個魔力之花 魔力之花有些什麼其他的用途嗎其實他最大的用途呢看起來 就應該是暫時對我來說就是做出這個魔力纖維的部分吧 所以我們先做24個這個纖維出來因為用這個纖維的話我們會直接用來製作這個什麼初學者的鞋子啊這些東西喔但是我在想我們是不是可以 直接就進階了對不對 這邊的話就是按照一般的合成方式我們可以弄出一整套的這個初學者的那個裝置裝備出來嗎可是在這邊我們如果先 使用烈焰粉給他下去的話 還是說我們直接我們還沒有到中介區那沒關係那我們就慢慢來我們慢慢來我們先用這個烈焰粉的好了 所以烈焰粉的話呢看起來我們只需要12個烈焰粉就可以了 好吧那就讓我們到地獄去一下吧因為還有那個像石英那個東西 應該要挖了但是我都沒有挖所以 經過上一集之後 經過這麼多集之後呢 終於又再一次的來到了地獄了這一次的話呢我們要好好的來 搜刮一下這邊該搜刮的東西喔包含有一個那個雙頭狗的雙頭犬的那個 頭在啊就他就他 這邊 然後這邊的話呢還有這個 超級巨大的蚊子他也還在啊 超級巨大的蚊子超級噁心的 他有沒有卡住還是怎樣 那現在那個雙頭犬去哪裡了 雙頭犬摔死了嗎 我好像被叼走了 那所以在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用鑽石劍在這裡喔那 該死的蚊子該死的蚊子該死的蚊子 搞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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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子真的是 很莫名其妙 所以這個傢伙的話我們先打因為我要收集這個狗頭在這裡 那這個狗頭的話呢是可以用來就是召喚那個 大boss的 對一個boss還不是大boss 就一個boss喔 除了要狗頭之外我們還需要黑石 當然黑石那個東西的話呢是在地獄罐一罐應該是不會說太難找到吧只要找到對的地形的話 這邊好像石英已經出現了所以我要挖一些石英回去 那個蚊子掉了這個血囊的話可以用血液噴霧器地獄磚頭就可以了 還需要 他需要口氣喔那這個 血液噴霧器到底是要幹嘛啦 所以隨便挖一挖了已經有29個石英了喔那 對我拿這個砍好了 呃 再吸啊再吸啊我好像拿到他的口氣了 所以 再加上我上一次有打的 好像已經可以用來製作了什麼血液噴霧器到底是要幹嘛的我也不知道 他掉落率有比較低嗎還好啊 所以這個頭我們可以多拿幾個就對了沒有問題 所以說也不用怕石英是一個超級超級多的資源喔那我們盡量 接下來如果說只是要為了拿東西像烈焰桿的話我們就抓著我們的鑽石劍然後 找到深的地方吧其實就在天空飛一下好像比較好不要在這邊逛 在天空飛就可以了 在那邊有一個了好幾個在那上面很好我們就直接過來一下 直接過來變回來一下先擋一下 砍 很好很好我們要收集多一點的烈焰桿 烈焰桿的話呢是有掉但是我身上因為有太多東西了對 所以這邊地獄石喔地獄石可能還是要挖一些的嘛 這邊還有這邊又還有 所以這個都超容易掉的啊所以用了這一個掠奪2之後呢超容易掉這個烈焰桿的喔那 感覺上我們還可以再多搜刮一些 所以說他有哪邊 在那邊 奇怪 身在這種奇怪的地方 這個是誰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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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機扭嗎 等等 這個是誰 這個的話呢也是那個佛麗莎的手下沒有錯啦但他並不是機扭戰隊的成員他算是比較弱的那一個吧那所以說打掉他應該很 哎哎 啊他還就不打我了這樣子 先打死他吧看他會不會掉 他掉甘蔗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你掉甘蔗幹什麼 哇不過這傢伙呢沒有想到 居然會是在 居然會是在地獄出現的喔 所以有一些動漫人物真的是在地獄才會出現嗎 喔我找到這裡了找到這裡就好了找到這裡就對了找到這裡的話呢我們就等著打就行了 不過我已經掉了這麼多的血量了那我們先先喝點這個血吧 先補回來一下 所以我們先用這個東西喔這個算是說這個傷害的話大家可以看到是傷害真的也是不高喔有沒有 這個一發不知道打 總共不知道打幾發才能打死2 3 4 5發才能把他打死的樣子喔這邊我們先把他打死一下再打死一個 所以很輕鬆已經收集到17根了那看起來應該是已經夠用了那就先回家一趟了吧 一些該收集的好像也收集的差不多了這個狗我們再打一隻 所以我們這邊只需要12個烈焰粉嘛然後再搭配這邊的話就可以有24個這個烈焰纖維可以出來了 24個烈焰纖維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應該沒多久要跑到那個中介去吧那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先把這個學徒的兜貓我們先弄一個一套出來這樣子 所以這邊還差的是這樣跟鞋子嘛 所以 學徒一整套已經出來了我比較好奇的是 這邊有 法力恢復3嘛 到底 應該說法力 魔力提升3 魔力提升3跟這一個褲子 到底哪個會有比較多的魔力呢 看來 看來是魔力提升3 反而會比這一個還要好 好吧沒關係我們現在呢 全部都換上這一套沒錯沒錯沒錯 有嗎有變好嗎有變多嗎 有有變多有變多有變多 很好有變多 再來繼續變多繼續又變多了 只是 那個變多的那個 好像沒有變多太多啊 可是我現在呢 真的 按錯了按錯了按錯了 我現在呢真的就變成了一個 完全的法師了 這一套看起來好舒服喔 超舒服的一套 搞不好這個盾牌就已經不需要了有沒有 這一套這樣看起來就很舒服了然後 抓著這個可以補血的這個神器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我可以用法術作戰 只是這個 其實護甲值也不會太低嘛 這樣看來 雖然說 雖然說比起來 如果要跟那個什麼霹靂剛剛合成的那當然還是算很低啦 但是如果說 他這樣子就已經算是一個鐵套裝的一個 一個效果了 然後我這邊呢先稍微做一下這個叫做什麼 血液噴霧器他到底是用來幹嘛的我們是 這到底是要幹嘛 血液噴霧器他就真的是噴血出去的 這是用來打怪的嗎 打到了耶 真的可以打喔 真的是用來打的可是效果真的是蠻差的就是 還直接用光了 這只是一個小玩具而已不要管他 這個東西好像沒什麼用 好不過我們現在有了這一整套之後啊 我們再來試一下 如果說要用來 用來收成的話他的法力會消耗掉多少呢 看起來好像說 整體來說消耗的 真的沒有像 而且恢復的超快的 這一套其實恢復就已經那麼快了耶 那我現在看起來啊 我的這個法術書啊 其實要升級的話完全沒有問題 欸我仿佛也可以直接分升級到那個大法師法術書了嗎 等一下法術書是完全是可以升級了 所以他要升級的話呢我們就直接擺上來吧在這裡有我們的學徒 法術書就可以直接 把它先做出來了耶 我們已經 馬上就已經進階到了學徒的法術書了耶 其實也都是蠻快的 因為我身上的東西呢 真的都還算是蠻多的 不過他的藍位一樣是只有10個就對了 只是說 這個法術書我們先直接把它弄到最高階段好了 他接下來要 要再升級的話呢會需要的是 綠寶石 地獄之星 中介珍珠 還有不死圖騰 那那些東西呢當然我已經全部都有了 所以我的法術書呢 直接又都可以再升上去了 到達大法師的法術書了 可是也沒有比較強啊 我這裡面會的東西還是一樣很弱啦 這裡面並沒有會比較強的東西這樣子 那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有一個魔力恢復的護身符 這個可以先把它做出來 畢竟我現在帶的項鍊其實也沒什麼 也沒什麼意義啦 所以增加魔力恢復速度的 我們需要兩個鑽石 兩個金錠 四個魔力寶石 還需要一個暗淡飾品 所以我這邊的話呢 就是先弄了八個 就是像這樣子 因為可以就是他完全 最多應該就是放八個吧 我不太確定了 也許後面 我不知道未來會不會有放十幾個的東西 應該沒有吧 總之這些東西都先放了之後呢 我們需要做的是那個暗淡項鍊 只是暗淡項鍊現在到底要怎麼做 那這邊呢 除了飾品之外 其實也還有腰帶可以用 但是飾品的話呢 看來就是魔力寶石加鐵粒 有這麼簡單嗎 輕鬆合成出來 那現在的話呢 是又天亮了 對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呢 直接放下去 那他呢也就會強制性的 就開始直接這個合成了 那 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呢 我是不是不一定要穿上是不是 這個一定要穿上嗎 還是說只要抓著就可以了 這老實說我並不太知道 不過我們可以帶上來就可以了 對帶上來的話呢 他這個可以增加那個 魔力恢復的速度嘛 所以我們看一下 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切到這個 收成 收成的話 在這邊我們收成一下 看來其實看不是太看得出來就是 那其實也很簡單 我們先弄 隨便弄 我們弄一個投射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弄 一大堆的這個傷害這樣子好了 這樣子的話呢 是會這個叫做直接就 隨便隨便取一個名字吧 這個 這個叫123吧 或者叫測試啦 Test就可以了 測試用的 我們就先創造出來 我們有一個測試用的 他非常消耗法力 因為 我們看一下一次就消耗這麼多的法力 恢復速度是像這個樣子 那如果把這一個恢復護身符 我們直接把他放回來 那這代表應該是都沒有了吧 我們看一下會差很多嗎 有差 真的有差 所以說 我們把他給裝在 這裡面是沒有效果 那麼如果帶在身上的話呢 好像也沒有什麼效果 他好像一定要把他帶在這個脖子上面 才有才有用 喔這一個微量免損戒指 看來是相當厲害的東西喔 但是他雖然是要我們用全能腰帶嗎 為什麼 這個其實不是腰帶 這個是戒指是不是 這是翻譯錯誤還是怎樣 這到底是腰帶還是戒指啊 那這邊有最大魔力和魔力恢復 都可以有提升 所以這個東西看來也是有需要的 中介珍珠兩個 四個鑽石 哇 這麼會消耗鑽石啊 鑽石要沒了耶 中介珍珠兩個之後呢 就是我們的魔力寶石要再兩個 所以 不錯不錯 再來的話呢就是把那個東西給合成出來 這個我不太清楚他到底要我們弄的是這個全能腰帶到底是什麼 全能腰帶就是一堆鐵粒加一個魔力寶石而已啦 好囉所以又可以再一次來看這個栗子效果了 這個栗子效果真的好漂亮啊 我好喜歡啊 直接下去就出來了 YES 微量免損戒指 直接 直接無法點右鍵直接裝嗎 那 他在這邊的話我們直接裝上來OK 這樣裝上來就可以了 所以他真的不是腰帶他是戒指 對 那在這裡的話呢我們再看一下我們這個法術啊 我們再用一次剛剛的那個 測試用的對會消耗很大量的 哇 哇 這個恢復速度呢又有更快了完全沒有錯 而且最大值看起來應該也有稍微上升那麼一點點這樣子 那我們如果再用微量免損戒指 又可以再去搞成巨量的為免損戒指 可是問題就來了 我現在呢 沒有那麼多的鑽石了 鑽石都在他身上了啦 看來 我又需要再去搜刮更多更多的鑽石了 這個時候就覺得你身上的鑽石可不可以先脫下來先還給我一下 你這個鑽石能不能先還給我好像不行了那就算了 不過呢就是我所說的這個測試用的這個雖然加了一大堆傷害有沒有然後呢 我又有什麼講我又有那個 法力其實消耗也是很多嘛就代表說他 理因來說威力應該要很強的有沒有可是事實上他的威力一點也不強 我們可以去找個怪來試一下 在這裡有沒有在這裡有殭屍了所以這一發出去呢殭屍根本不會死而且他掉的血量大家已經可以看得出來了 他的血量就掉那麼一點點 他現在還有75%的血量代表他只消耗了25%的血量 所以說大家可以看到是這邊我們只用這個一般的投射傷害這邊這邊打一下 就是25%25%25% 而且還真的可以一直發射了現在其實 剛剛測試之下我現在這種小型的有沒有我可以一直發射 我的法力消耗幾乎是沒有這個投射傷害 喂現在這個法力好像超超超超多超好用 如果你頂多你狂點瘋狂點的話應該會消耗沒有錯可是 通常應該也不會說需要那樣子狂點吧 你說現在的法力量真的已經很多了 那我們再來看看阿力博士這一邊 這一個裝備 理因來說 也是可以害阿力博士 這個裝備理因來說也是可以附魔的才對 那魔力恢復3有沒有在這邊就出現了 那還有魔力提升 這邊都是魔力恢復3是特別容易附到魔力恢復之類的嗎好像也沒有 但是這邊有保護室其實應該不見得有需要 所以他們的話都可以使用到那個魔力恢復這一塊的話 我們乾脆就來試試看 也都把他給附下去 所以他就只有魔力恢復3但是沒有關係我們就穿著一下 我發現這一個東西我附到了掠奪3了 掠奪3解釋克星5還有耐久3 等一下 這一把看起來現在相當的恐怖了 現在 因為我只是想要來刷一下 他有沒有其他的 對 剛剛好像運氣比較好 這邊有魔力恢復3了 所以我們魔力恢復3都直接給他下去一下 只是說最重要最重要的話呢 應該還有就是提升也是很需要的吧 魔力提升3在這邊有了 魔力提升3這邊也有了 所以魔力提升3我們就來一下 魔力提升3 恢復3提升3也有了 魔力提升3這邊又有了很好 全部都是有 哇 哇這一套 這一套看起來 目前有魔力恢復3 魔力提升3 魔力恢復3 魔力提升3 魔力恢復3 魔力恢復3 所以說我們這個投射沙漢如果發射出去的話呢 那個基本上 對 這個我已經狂點了 我現在在狂點狀態 但是這個 這個幾乎是沒有在消耗的了 恢復的超強 幾乎沒在消耗了 那只是說呢如果說要弄到像後面這邊測試的這個超大能量的話 還是恢復的很快 只是這個傷害呢最好還是可以再高一點啦 就是我們可以設法讓他的傷害再高一點 不過那個我們 後面再來弄這樣子 那今天的時間看起來就差不多了 今天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的這個魔力呢看來已經提升了相當相當的多了 相當的了不起了 接下來可以繼續再提升下去 呵呵呵 是的稍微弄了一下旁邊的附魔裝置起來之後呢 我也有了這一整套 呃法師套裝了然後 又都有附魔到魔力提升還有魔力恢復 當然這個如果都有魔力提升的話呢應該是更好 不過 有魔力恢復其實應該就已經相當了不起了 接下來再接再厲再更加的把它給提升上去吧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吸血阿宅的奇幻旅程感謝大家收看啊 期待我們下一回再見囉 大家拜拜 拜拜